第二次提阿蒙將心粉與氧化銅粉末在隔絕空氣的條件下混合加熱的反應如釉 下列有關於此反應的敘述何者錯誤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反應當中有人得到氧有人失去氧就是有人氧化有人還原 我們教過氧化還原必定相伴發生所以選項株 氧化還原必同時發生這個敘述是對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心呢把氧化銅的氧搶過來把銅置換出去 這就表示心的活性對氧的活性比氧化銅的銅還的大 所以選項C說與氧結合活性心大於銅這也是對的 那我們看到我們的心得到了氧 所以表示它發生的是一個氧化反應 我本身是氧化反應就是我是當作還原劑 還原劑是使別人還原自己氧化 所以選項B是對的 而我們看到這個氧化銅的它失去的氧變成銅 所以它發生的是一個還原反應 所以它當作是一個氧化劑 所以我們從剛才的討論當中我們發現呢 心呢發生的是氧化 氧化銅呢被還原 所以呢選項A呢是錯的 所以呢第二次題問我們說 有關於此反應的敘述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A 銅被氧化 心被還原 應該是心被氧化 氧化銅被還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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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